他們要找人來包圍監院直到你下台 我這樣子啊 我勸他們不要了 為什麼 因為我從來不會在這種 這種力量之下我會屈服 這就不是誠實夢 會不會覺得自己失業 一點都不會耶 我覺得過去作惡 違非作歹的就是藍的嘛 那所以你現在不辦藍去辦綠嗎 你舉幾個例子是綠的法官 他們去追殺藍營的不該不當的追殺 舉一個例子出來 那我就認輸 您如果要替阿扁講話應該要適可而止 要看場合 我不曉得姚家文沒有親自對我講 我不了解他的意思 他是我敬重的一個民主前輩 我不覺得我是挺扁的言論 因為我也沒有欠阿扁什麼人情 我只是想要維護一個公平正義 請他們去查一查什麼叫寒慘 寒慘是範頁吧的厚漢書裡面出來的 他自己遇到惡的他不敢講話 他遇到好的他也不敢支持 自己變成一支寒慘 我記得幾天前我們也討論同樣的話題 那個時候國民黨文傳會代表 他們也在講說 你怎麼可以說這個半藍不半綠 那我當場也嗆了這個孟凱 我說司法不公 這個半綠不半藍的這種案子 我可以列出一堆 所以我們這時候列了大概五六月 然後我就當場問孟凱說 請你舉一個 請你舉一個這個半藍不半綠的案子 結果他沒講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所以我想我支持陳孟的這句話 這不是繳往過正的問題 那麼如果要繳過往 必須過正才能繳過往 所以我要看著這個問題是說 過去台灣的司法 是不是一個體系的半綠不半藍 如果是的話 那麼現在本來就是應該去 揪出那些半綠不半藍 而且明顯不公的法官 不是這樣嗎 那麼如果有半藍不半綠的案子 那當然可以提出來 那麼現在呢 在監察院既有的18位法官 而監委 他們早就可以辦了 不是這樣子嗎 這麼些年來 再包括上一任的 還有上上任的監委 在馬英九執政任內的 都可以辦啊 那不是這樣嗎 所以國總哥 我覺得這件事情 觀眾朋友可能對於所有的細節 哪些案子是這個半綠不半藍 有沒有半藍不半綠 他們可能腦子一下子 沒有辦法完全整理出來 不過我要講的是說 我們看著藍營的這一些 這些政要 這些吃香喝辣的 這些所謂的 還有統派媒體 一個個跳出來 就知道這槍打中了 嗯 彭培在談陳師們效應現象之前啊 我先講說 我非常的支持同意高成員教授的 新任的監察委員 你們第一個應該先查台大校長這個案子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新的案子 這是羞腾腾的案子 這是交易部正在要核准管中民 出任台大校長的案子 不會像說你談了很多很舊的 要調查時間比較浪費時間 這個已經在眼前了 先查這個案子讓全民看看 新任監察委員 這個上方保健的這個利不利 我是同意這樣 我們先來看陳師們這個11個監察委員 現在分3T次開始在報導了 我相信他們手上現在已經是案子成堆了啦 每一個人喔 一大堆要怕 大家都要等著辦 去跟他們申請這個來調查 其實很多台灣人民 可能對監察委員的功能 跟他的職權不大了解 監察委員的任務最重要是 糾正跟彈劾 糾正是對事情 就是我們的行政機關 上至行政院下至幾級單位 所有公務人員 你只要這個公務機關 做事違法的話 監察委員就可以糾正他去喊 以前權力很大 監察委員的糾正喊 一到時候 每個機關都奉為聖旨 趕快辦理 但是現在印象最深 觀眾我告訴你 以前衛生署的楊智良說 不要理他 監察委員糾正不要理他 那個就破功了 監察委員的糾正就破功了 第二個是對人 公務人員你違法賭職 監察委員調查完可以把你彈劾 彈劾以後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申戒既過停職免職 這個就是他最大的 可是問題來了 公務人員懲戒委員會 全部是法院法官司法官 一堆聯織的人去組成的 所以監察委員看起來 他有保健可以殺 可是他最後變成 還是要聽法官司法官 工程委員會才能處罰 所以黃世民儘管彈劾沒有通過 洩密案沒有通過 但是就是通過了送去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我都很懷疑那一批人真的會把他停職休職 還是怎麼樣嗎 還是小小的申戒一下 這個但我們都覺得監察委員 為什麼會設計這樣的整個程序 這個是我先把這個整個介紹 讓觀眾了解說 怎麼會議員是在做什麼 他們11個監察委員上任以後 為什麼人民這麼大的期待 就是我們的政治發生問題 就是我們的司法讓人民不信任 民族可是人民沒有做主 每個人有很大的冤屈 沒有地方去申訴 法院不是你申訴宴區的地方 所以只有往監察院去 以前18個馬英九提名的監察委員 為什麼不做呢 剛剛彭P講得很好啊 好 你們證明一下 你們也有難的也辦 那你把台大這個案子 你們18個現在就可以調查吧 不必等新的監察委員嘛 你可以調查 另外兩個案子 我舉例給你們馬英九提名的 這些監察委員 護昆齊到現在案子還沒有判完 兩任縣長快做完了喔 顧重量到現在沒有做一天牢啊 奇怪 陳水北已經做了這麼久了 還把外就醫還被中間警告 顧重量他到底是有沒有偽證罪啊 紅火案他不是偽證罪嘛 就是紅火案有背信詐欺啊 兩邊都沒有事情還在審判 你就不覺得說 我們的法律到底出什麼問題呢 林議事案子還在審 還在審 賴書如案子還在審 沒完沒了 大家都不知道為什麼這些人 到現在法業都不判啊 所以監察委員 當然會被人在質疑說 你們來查這些案子 就是有政治意識形態 但是這擺在我們眼睛前面 看得到案啊 你法業都不審判啊 好 來 我們來看看呢 看到這個藍營的這些政要 有些過氣的政客 一個個跳出來批陳時夢 我們就知道他們怕了 來 孫大謙以前是國民黨的前立委 他說要發動抗爭包圍監察院 來逼陳時夢辭監委 刷存在感 來看這個國民黨這個主席吳敦義 他說陳時夢如果有良心 應該沒有臉繼續當監察委員 我要同樣說的是吳敦義 如果你有良心 如果你判過去司法 這些奇奇怪怪的案子 你還敢批陳時夢 你應該沒有臉 繼續當國民黨的主席 你應該根本退出台灣的政壇 再來前考試院秘書長林水吉 他說陳時夢太猖狂 否決檢察官跟法官系統 還把政黨色彩加注在司法頭上 羞辱台灣司法 我要講的是 羞辱台灣司法的是 你們這些藍營的政客 連結這個藍營的司法體系 是你們羞辱了台灣人民 不信你們把過去的判決拿出來看看 今天政經看明是 再挑戰一次司法體系 再挑戰一次這些 泛藍的這些媒體 跟泛藍的政治人物 你們舉一個同樣的案例 是半藍不半綠的 拿來給大家看一看 你去舉任何一個相似的案子 你說 你看這個藍的這樣子就判刑 綠的這樣沒判刑的 舉一個來給大家看看 好 那我們就改口 我們再來談別的 好 那麼另外的這個馬英九說什麼 他說前總統馬英九呢 他這個面對媒體的時候 他直接點名陳詩夢的發言 他說粗魯蠻橫 而且他說監察院應該呢 加這個妨害司法公正罪 這不就跟他的那個那個艾圖嗎 這個蔡碧玉的觀點一模一樣嗎 來看看 各位都知道我曾經擔任過法務部長 也跟很多司法官共事過 我也擔任過總統 曾經三次提名監察委員 所以我聽到了陳詩夢先生 這個失言的事件呢 我的感受特別的深刻跟強烈 他那一番非常粗辱 而且蠻橫的談話 不但對於提名他的總統 審查他的立委 將來跟他要共事的監委 以至於全台灣認同司法 獨立公正的人民來講 都是一種輕蔑跟侮辱 那我覺得於今之際啊 許多法官不但失望 憂傷甚至於人人自為 我認為法務部跟立法院 因為盡快啊 去提出刑法的修正案 把妨害司法公正罪呢 加進去 以防未來情況的發展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蠻嚴重的 大家一定要非常慎重的來對待 這個妨害司法公正罪 如果真的加進去 第一個成案的不就是你馬英九嗎 你不是召集一堆司法人員 然後說要辦扁案嗎 你不是這個洩密嗎 你不是整個手伸進司法體系嗎 你跟這個黃世民兩個 不是聯手起來整政敵嗎 你才是妨害司法公正罪 你最正確鑿吧 國昌 我真的不知道 我們的前總統馬英九先生 他有什麼資格現在在 人民面前談司法改革 從2008年到2016年 司法改革的成績單 請問馬英九前總統 你交出了什麼成績單 一片空白 搞得亂七八糟的 大家在你任內 印象最深刻的 我來幫各位觀眾再複習一下 高等法院 貪賭的法官 不就是在你馬英九任內 出現的嗎 那些貪賭的法官 結果呢 還可以判完刑了以後 去巴德的外議間 涼涼的過 前一陣子還被假釋出來 這個是有要整頓司法決心的表現嗎 那第二個 在九月政爭的時候 剛剛您提到妨礙司法公正罪 那如同剛剛文振兄所講的 如果真的有妨礙司法公正罪的話 馬英九 你早就應該要入肩服刑了 沒錯 現在有關於你泄密罪的部分 雖然台北地方法院 有一個非常奇特的憲法見解 讓你暫時還沒有先取得一個無罪判決 但是接下來我相信 有關於你那個時候 在任內的時候 跟黃世民所一起搞的那些事情 這個責任一定要追究到底 而且我覺得更奇怪的事情是說 這些政治人物 現在出來批評陳士夢老師 就讓我不禁回想 當初黃世民搞那麼大條的事情出來 這些人有說過一句話嗎 你導致最離譜的現象是 黃世民已經被判決有罪確定了 結果監察院的彈劾沒有過 然後現在每個月 還可以領將近20萬的退休奉 這個是司法改革嗎 這個是司法正義嗎 其實我覺得新任的監委 如果真的有心要調查的話 調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當初黃世民的彈劾案為什麼沒有過 是不是有高層的指示 是不是會有壓力 要不然這麼明顯的案子 為什麼當初彈劾案竟然會沒有過 那這樣子的監察院 如果還是按照這樣子的標準辦的話 根本你不要去談說 你要在司法改革裡面扮演什麼角色 你自己把你自己廢掉算了 那第二個部分 未來在監察院裡面的運作 其實我覺得還有進一步觀察的必要 為什麼我說還有進一步觀察的必要 是說剛剛國動大哥其實已經跟大家講了 你監察院做出來的糾正案 其實沒什麼用啦 隔靴搔癢 糾正完了 然後呢國家造成的損害 有人因此負什麼責任嗎 真的你要看的是要看彈劾案嗎 那真的彈劾案如果 還是跟黃世民的那個案子一樣 你彈劾提了最後也不會過 或者是即使彈劾過了 不管是送到公務人員懲戒委員會 這是一般公務員的體系 還是法官的部分送到職務法庭 如果都還是大字化小小字化五 就像之前最高法院的法官 竟然幫自己的兒子關說 把後來第一審的有罪判決改判成無罪 這麼離譜的事情 最後那個法官也沒有被免職啊 他只是休職一段時間 另外一個法官也只有降級 受到這麼輕的處分的話 那這個改革事實上都還沒有完成呢 那我最後提一件事情啊就是說 除了現在司法院在搞那種 又是假的人民參與審判 又是先射箭再劃把 以前馬英九的錯誤是 他先射箭再劃把搞官審制 現在開了司改國事會議以後 一樣啊先射箭再劃把 繼續用國民法官 事實上就是在推參審制嘛 我那一天在監委被提名的 同意權的行使上的時候 我問他們一件事情 說好今天如果要做人民參與審判 你有魄力的話 讓有關於彈劾結束了以後 工程會也好 公務員到底要受到什麼樣的處分 或者是在職務法庭 法官應該要受到什麼樣的處分 讓人民參與審判 這一些被提名的監委同不同意 所有回答這個問題的監委 通通都同意啊 好那既然都同意的話 我們下個會期 我們立法院在進行司法改國 很多很重要的法案的時候 就人民參與審判的部分 除了刑事部分有罪無罪以外 我的主張很清楚 工程會的部分 職務法庭的部分 通通都讓人民參與 看那些違法私職的公務員 跟法官應該受到什麼處分 好來我們看看呢 這個司法照妖警的陳世夢呢 還沒有上任 所以藍的呢 就剉了一旦 不只藍的剉了一旦 有一些綠的法官 還有一些 綠的司法界的幫派人物 他們也開始不知所云 來首先我們來聽聽看 這個陳世夢說 以後要專打半綠不半藍的法官 不管你要專打半綠不半藍的法官 或是你要專打半藍不半綠的法官 都對 因為這叫做 把不對的事情導正 好 但是現在問題是說 沒有那種半藍不半綠的法官 這沒有啊 對不對 如果有的話你們拿出來打 沒問題 結果邱泰山竟然說呢 要對政治人物的發言 逐一回應或口水戰 我想這是在浪費我們的生命 他真的是這樣講嗎 我很壓抑 我想這個政治人物的很多的發言呢 在社會都會引起很大的物議呢 這個應該可以理解的啦 我們台灣當然政治人物呢 有一些政治的語言呢 事實上是很難讓人 不知道要怎麼去做這樣的回應 那事實上陳如我剛剛也提到了 我們基本上是一個法治的國家 民主法治的國家 那我們任何這樣的一個案件呢 他基本上都有法律的規定的程序 可以來做後續的一個處理 打從這個一個法務部長去告一個媒體的那一天 我就瞧不起這個人 韋哲 我覺得其實齁 邱部長這麼說 他說對於這個政治人物的政治員 他不需要回應 以免浪費生命 其實邱部長政務官也是政治人物啦 那我記得法務部曾經說 不針對個案來批評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就不用再批評 他們針對這個 這個所謂 我覺得陳時夢老師 所提的這個部分 他不需要去做這種東西啊 我相信陳時夢是看過 這個政經看民視啊 要不然怎麼那麼巧 你剛剛講說 你舉出一個 這個半藍不半綠的 這個 你不用看政經看民視 你也舉不出來 你看了你也舉不出來 這沒有嘛 他講的話跟你講的一樣啊 真的喔 你講說你舉出一個 我就認輸 他講今天今天報導 這節目不是大家都在看嗎 你沒看嗎 我知道 我有看啊 所以我才知道 所以當然我沒有講 但是真的陳時夢就講說 你也你舉出一個 他就認輸 意思就是說 陳時夢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有一個半藍不半綠的 的法官 他也半啊 可是問題是現在找不到嘛 所以他只好講說 那你我就是專門辦 半綠不半藍的法官 那這樣的邏輯有錯嗎 監裁院本來就叫公正啊 既然是這樣 我覺得其實 任何的 包括我們立法委員 藍的立委 或是國民黨的主席 或是 或是是吳敦義啊 這些人 你在針對陳時夢的 這個東西在講 這個什麼話 不如你就 陳時夢接下來就會提案嘛 因為我相信 監裁院是合議制 調查是獨立行使 但是這個 這個彈劾案是合議制 好那到時候 你把陳時夢 把他調查報告交出來 你看監裁院這些 不管是新舊的 這二十幾個立委 二十幾個監委 他所組成的 十三個這個 這個彈劾小組 調查這個彈劾小組 你要不要辦 黃主席 這個案子 我是覺得 這個事實上 我這個這麼多年的 從事社會運動 我看到了事實上 這個法官 真的就是 辦立不辦 舉太多例子 像我他也是這樣子辦 他也告訴我 他說我就是 政治上就是要辦你 各位 你什麼時候看到 一個違反集會 憂心法被判 八個月有期徒刑 就是只有我一個 而且在二審的時候 他從審理庭 然後到準備庭 準備庭審理庭 到宣判 同一個時間就OK了 一次解決 十分鐘不到 所以你可以看 這個整個 這個法官 這個法院裡面的 這些法官也好 檢察官也好 事實上 這個 這個國民黨的手 是 這個已經伸進去 然後這個邱聰華也講了 這個法院是 國民黨開的 從這裡就可以證明 所以我認為這個 陳詩夢真的 他真的非常 許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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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詩夢這個老師 他真的是非常有勇氣 他今天敢挑戰 這些 藍的這些 包括 你看馬英九總統這些 為什麼他們會怕 因為你現在馬英九的案 還有多少 還有多少 你包括大忌憚的案 包括這個 這個美和斯的案 包括這個 這個所謂 賤賣台北銀行的案 現在這些案都還在那裡 那如果現在這些 如果把它蓋起來 不辦的話 我想 我會去找這個 陳詩夢這個監委 你單單台北銀行的 這個政績非常的明確 那你不辦 那一辦的話他就完了 所以我想 今天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司法的一線曙光 我想這個 陳詩夢老師 這一件一飛下去 這個牆就會倒了 絕對會倒 因為他這個 組牆這個組了以後 他這麼一推一倒 就像這個柏林圍牆一樣 就全部會看得出來 所以我相信 我們所有的觀眾 我們這個台灣的人民 可以看到這個 以前的司法 邏輯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扶搞瞎搞 以前人家講的 有錢破生沒錢破死 一生重破年 一生半破年 一生半破三生 就豬腳米爽 我們明明可以看到的 都是這樣 剛剛提到這個 這個所謂傅昆吉的案 傅昆吉的案搞了幾年 人家已經都關出來了 是不是都已經出來多久了 同案被告都關出來了 對 被告都已經關出來了 他現在還在那裡搞 還在 這個縣長還在做 這個為什麼沒有他的辦法 你像這個 當初的這個理想大帝的案 當初就是不起訴處分 這個劉曉梅這個議員的時候 再去申請在意 然後才起訴 你可以看那個說錢 說了在那個整個 在這個縣長的辦公室的 這個會客室裡面說錢 這個沒事 我不曉得這個法官 到底是念什麼的 我真的搞不清楚 我不是 雖然不是缺法的 但是我最起碼 還有一些寡學的常識 我再舉一個小例子 馬英九如何妨礙司法公眾 侯寬人怎麼被處分 侯寬人馬英九放話 然後沒有多久 法務部就處分侯寬人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難道不是總統介入這個司法嗎 我覺得其實這一部分 將來不管是陳師夢或是誰 都一件一件把它調查出來 有了監察權可以由外部制衡司法 藉著糾談不孝的司法官員 為司法獨立鋪路 本人如果貴院同意 擔任監察委員 會本則三分打老虎 七分打恐龍的原則 希望在餘下的任期 能夠疑心過去司法 對綠營的迫害追殺 對藍營的縱容護航 讓恐龍強制退場 讓人民對司法體系 恢復基本的信任 讓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 能夠恢復起碼的功能 有人說法律的存在 是為了創造一個 用不著法律的社會 本人認為監察 監察院的存在 也是為了創造一個 用不著監察院的社會 司法恐龍退場的時候 就是監察委員 退場的時候 台灣出現一個真正 獨立自主的司法體系的時候 就是回歸三權分立的時候 謝謝大家 貝錦明委 您不會覺得 這是一個憲政的亂象嗎 你覺得這樣的監察院 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如果這樣矛盾的狀況不改變 那這個國家的制度 有辦法運行嗎 蘇委員我主要的這個想法 跟蘇委員其實相當的一致 也就是說監察院 它不應該是變成一個 行政的一個干擾 就是行政院這方面的干擾 那所以 但是我又有鑑於過去 台灣司法的一些 不中立或者說不自主 所以我覺得監察院 它還有一絲可利用的價值 這個價值就是來制衡司法 所以我曾經講過 我如果擔任監察委員的話 我要三分打老虎 但是我七分是要用在這個 司法這個上面 為什麼還留了三分要打老虎呢 主要因為我知道還有一些人 就像國民黨以前的中評委 陳根金先生所說的 他說公務員大家要 能混就混 能撈就撈 所以我覺得 還是有一些行政體系的敗類 那還是應該加以清楚 在同樣的那個時間 其實除了國民黨 在那一個這個混亂的那個狀態之下 上下其手以外 其實也有其他的個人 或是組織 趁那個時候 把國家財產 用不明不白的方式之下 登記在個人之下 政府在追究中國國民黨黨產的時候 應該把這些考慮進去 比方說 這個 有一本書叫《黃金網事》 那裡面就提到蔣介石當初 他這個已經下野了 他只是總裁 但是他 卻 卻收了九萬兩的這個黃金 就是國庫署 撥給他的九萬兩黃金 他把其中的兩千兩黃金 撥給了王蒂吾先生 就創辦了這個聯合報 除了兩千兩黃金 另外還有一些外匯 那這個聯合報的這個第一桶金 事實上就是來自黨產 因為當時是撥給這個 國庫撥給蔣介石他的總裁 然後再由蔣介石交給這個王蒂吾 所以這些的案例 我覺得這黨產會應該要加以注意 所以